有业绩有美食的临冬生活圈 你去过了吗? 包铁出发只要7分钟 吃个小点一次采完 临冬福州包煎饺 平日限定2小时玩瘦 外皮酥脆内馅高丽菜很新鲜 单吃清爽无负担 临上满满冬泉 是在地菜中味 热在心中甘草拔乐 结果都超甜又新鲜 我习惯综合口味四种都加 水分很多清爽又耍脆 哈密瓜很甜 女儿很爱 饼绣豆浆 烤腰蛋饼配冲蛋 淋上烤腰酱 饼皮偏好 但越嚼越香超喜欢 鲁鱼沙拉油条 远开像握寿司 搭配完全无味合感 偏凉爽口 我特别爱香气四溢的 咸豆腔 菜脯油条 葱花点缀 超级赞 很多蜜牙日用品店 临冬日用品挖宝的好去处 老板娘很热情 商品价格便宜 晚盘收纳和小玩具日用品 九成商品都只要20元 最佳日用品的小确信天堂 临到学生美食广场 那来臭豆腐 看得到高铁 看得到几只萤火虫 可利肥美大顆新鲜又美味 鱼下巴鲜嫩多吃 超值丰富 臭豆腐口味有公饱及三杯 桃花枝非常香 口感超级赞 鱼皮粥必点 美味到女儿可以自己摸摸吃 带一个冷知识分享 大陆山三宝 土鸡地瓜通天草 广高寮 白天来可以看台中空气品质 品质好看市井 品质差戴口罩 晚上可以看夜景有两个地方 这区观光客居多 相对明亮 有香肠炭可以吃 方便停车也有厕所 我自己是习惯后面这区 酸在下比较暗无关 害且宁静 偷牵小手气氛不错 蓝色公路 汽车热爱者的天堂 便宜好手聚集圣地 庆祝庄轩吃了晚了一整天